乱PO 新竹有挖心魔 女高中生遭法办 新竹县一名高中女生在脸书上PO文 说新竹出现杀人魔 专抓小孩挖心脏去卖 文章指出 尖石 内湾 横山等地 有人专抓小孩 再挖出心脏 眼睛去卖 还有小孩遭杀害 气势合床 请家长多加提防 引发网友在脸书上痛骂 治安败坏 吓死人 警方经彻底追查 并和各乡镇中小学联系 发现传闻权势瞎掰 并依网路IP位置 追出一名国中生 但对方称是分享表妹脸书 警方抽丝剥茧 前后追查五名高中大学生 最后锁定一名16岁灵性女高中生 疑似 旧式始作俑者 女高中生到案后坦诚PO文 是在坚实部落 听朋友邻居谣传此事 不清楚内容真假 因听了觉得很恐慌就PO上脸书 不知会将事件闹大 虽然女学生有回忆 但散布谣言造成民众恐慌 讯后仍被以恐吓公众罪嫌韩送侦办 警方也呼吁网友 误任意张贴未经求证的文章 以免触法 动新闻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